这个韩剧简直让人上头 因为女主太糟了 小时候觉得自己妈妈不是人 拿着剪刀就红 长大了 觉得男主又不是人 白米高楼说跳就跳 男主没办法 只能暴露自己救了 你以为他会感动到荒兴案里 事实是刚一落地 他就拿出杀猪麻对系 照着男主就是一针头 把男主这个狐狸精都搞猛逼了 话说韩国有个地方叫狐狸里 中年大午 阴森一场 一天 女主潇洒一家途经此地 忽然一个黑影划过 然后整个汽车720度旋转 最后刀挂在地 小萨率先苏醒 看着父母动 而此时车外走过两道身影 他便寻求帮助 两个路人于是蹲下身子 镜头拉近 赫然与小萨父母一模一样 他吓尿了 然后小萨再睁开眼 看着安然无恙的父母 原来是一场梦 取经一场 可他总感觉父母有点诡异 把玩八英合时 发现码头也没了 再结合梦里的场景 他怀疑父母不是人 于是他给妈妈说想吃桃桃 其实他对桃桃过敏 但他妈妈却对此毫无反应 小萨断定不是他妈 小乔拿起剪刀 真其不备就给了他一刀 他妈妈反手掐住他脖子 但小萨抬腿就是一条 然后转身就往楼上跑 爸爸听到声音在后面猛追 小萨跑回房间 锁门 堵门 一气呵成 而门外传来父母疯狂的瞧门声 忽然锁头掉落 伸进来一只狼口 小萨正在慌论之时 门外传来几声哀鸣 然后没了动静 小萨不明所以 锁在角落瑟瑟发抖 不一会一个男人走了进 金发 中分 手里拿着一把红色 眼里泛着冰宫 对小萨说的 忘掉今天看到的一切 不然就杀了他 但这八百年的男护力心 怎么也没想到 催眠不仅没用 二十年后 还落到了小萨手里 感谢观看